涉及预政弊案遭限制出境的东森集团总裁王灵灵 日前以带团赴越南出席国际商港开会为由 申请解除尽管台北地院5日裁定早交1亿元保金 准他出境9天洽商 台北地检署不服抗告 高等法院12日撤销北院裁定 北院16日再裁准 但高院傍晚再度撤销北院裁定 发回北院 王灵灵曾为东森国际公司董事长 现受聘担任公司顾问 东森国际公司要到越南和进省考察 董事会决一役通过请王带团 王生请战时准与解除县制出境 免道派出所报道 北院元裁定准许王再提出现金一亿元保证金后 3月24日起至4月1日 指正请解除限制出境出海处分 实际出境期间 免美洲向台北市警大安分局报道 并则赋予律师谢协昌 但高院认为王灵灵不是东森公司的法定负责人 也不是唯一受邀人士 这个投资环境的考察评估 并非要王亲自处以不可 北财定一平王所提的邀请函 东森公司临时董事会议议事录 就认他已经是民出境必要 有再行斟酌必要 高院认为如果预知相当保证金 并将王余生请战行解除限制出境期间 则复权认辩护人用以担保不足保全 后续诉讼程序进行和刑罚执行 检察官抗告有李东森集团总裁王灵灵 图报系资料照分享